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含了义务在内的 这三方责任 每一方都可能具体的要干几百件事 但主要的我们得给他汇总一下 这样你就防止你的脑子看了半天主要的抓不住 这三方责任 第一方显然是老大 发包方 也叫发包人 也叫业主 法律法规角度把它叫建设单理 发包方 那跟着发包方的一定是发包方的 跟着发包方总 一定是发包方的 表弟 他一定跟着发包方总 这是发包方的帮凶 对吧 那第三方 承包方是发包方的 和发包方是什么关系 说 说呀 在我们国家 人家承包方是发包方的亲兄弟 那哥俩打起来让表弟来拉架 你说奇葩不奇葩 说 所以在建议在我们国家就处于这么个很尴尬的位置 人家承发包双方是亲兄弟 结果整个表弟来监督 看明白了吗 所以搞定我们监理 我们国家这个监理 像猪不是猪 像像不是像 简称猪像 就出现这么个状 这么个很尴尬 很尴尬 就在饭桌上 人家业主一个眼神 那施工单位那就已经明白了 施工单位一个眼神 业主就明白了 监理还在这傻的喝就劝架呢 你劝啥架呀 人家是假打架 这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们的监理好多省份 出台文件 好像好多事不强制了 他不强制这个事呢 还得等国务院 因为国务院在他的质量管理条例当中 他明确规定强制实施监理的范围了 对吧 所以各个省在监理这一块呢 就有点放松 包括现在还有人问监理这个事 监理不是满四 终极只剩满三年 他能报监理吗 现在出了个意见稿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他需要不需要现在监理这个行业 究竟何去何从 在我们国家 在海里 海里在运作这本几年再说吧 反正现在 现在在座有干监理的吗 干监理你就是 在那 你自己搞明白了 你很清闲 清闲干啥 考证呗 考案证赶紧该干啥干啥去呗 对吧 那就是个过渡呗 就这个情况 好了 那发报方最重要的 他要干什么事 他当然要干几十件事 但他最重要的 能不能给他梳理出来啊 叫 付款 办证 提搁 提携主 这五大类事 你项目经历得知道 当然你也是业主 你更得知道 你最核心的 你是给钱呢 但是我们那示范文本 你看看了半天 在一个边角角落 找到了一句话 合同约定 支付工程款 你这得写到第一项啊 你这你最重要的 这对不对 说 说 是不是 你把你最重要的 写到第一项啊 结果这家号 一论写啊 写来写来写去 在一个边角角落地边有一角啊 支付各类款项没了 那写啊 进 这个预付款 安全文明施工预付款 然后进度款 调价款 这都给人写清清楚楚了 这个 这个业主也知道 他的核心任务是付款 对不对 不付款 你当什么业主 所以你把它写到第一项 你要该付款 你要不付款的话 那可好了 你要承担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 具体有四个 对吧 那这四个一张嘴 就你作为下面经理一张嘴 你就说出来啊 那你要作为业主 人家下面经理一张嘴 说出来的时候 你别在那装傻呀 对吧 哪是哪是那违约责任 你这不得自己查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就不信了 对不对 然后是办证 你业主 有一大块任务 你得办理各种证件和手续 为什么 工程是你的 那规划许可 用地许可 施工许可 质量监督手续 安全监督手续 你不办谁办呢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 临时用水 中断交通 都得你业主去办 你得能查出个来 作为我们下面经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这脑子里边 得有这个事是业主的事 我们下面 我们自己 现在施工单位 给业主无偿地 干了很多东西 干了很多事 有一些事 没干好 还让业主给骂了一顿 本来是业主的事 我们给他干了 没干好 还把我们给骂了一顿 这是你得明白呀 和业主说呗 这个事应该是你办 你要实在没时间的话呢 你给我点钱 给我点油钱 至少我得开车去吧 你再给我点工资 我去给你办也可以 你让业主至少知道 是业主应当办的事 那在座地 你们当业主的 你也别装傻 你听明白了啊 你听明白了 那这事是应该你办的 那临时用水 用电 那不用你去办 那是谁去办的 是吧 那临时用地 你得办呢 那用地规划 那是永久工程用地的规划 当然是你办了 那还用说吗 那施工单位可以给你跑水学识 但是你总得给人家油钱吧 好 所以这个证件需要办很多 提是要提供前中后三大类资料和各类条件 那前中后是什么 那签完合同后 你不给人家资金来源证明啊 到时候人家找你 你倒是因为你是强权一份啊 那你倒是可以 给他往后支 但是人家说这个事 你应当提供资金来源证明 你应当提供支付担保 那人家进场 人家进场后 你得给人家提供 能满足施工需要的 详刊报告 这你不给人家能行吗 好多文件当中 专用条款当中说 我给你的资料 仅供参考 然后接着写 出问题后 我发包人该不负责 特别是涉及到 地下官网线网资料 对吧 说出了问题 我只供你参考 出了问题之后 我该不负责 你承担全部责任 听明白了吗 这样的条款写就写 因为啥 他强权的 因为他嘴大呀 你在这些问题上 你犯不上和他 去费口舌 明白吧 秀才遇上兵 你也不要和他说 但是你清清楚楚知道 这是什么条款 这是有效合同中的 无效条款 为什么 他直接违反了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真正打官司 这个条款 它是无效的 法院必须是认可的条款 无效 我们安全条例怎么说呢 对吧 那条例 拿着条例和他说话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 他要非 他非想过嘴瘾 你就让他过 你也不用怕 因为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听明白了 真正出了事的时候 你就和他把安全管理条例在这光一放 看条例当中说的 不是我家的 也不是你家的 我家的 你不负责 你给我的资料 燃气管道不在这个位置 我就下去挖掘机了 燃气管道挖漏了 你说这事大不大 说大不大 下水道挖漏了 你说大不大 因为我们的地下烂烂糟糟 你知道吧 那好了 他承担责任 这就不用怕了 你明白 所以当在签的时候 他无知 咱们不能不 咱们 咱们得明白 他无效 他需要这么贴 咱就合作这么贴 但真正出了事 你可听听了 你必须承担责任 因为法条在这 这个合作条款无效 这不就明白了吗 所以不是什么事 都和业主去较进 什么事和业主去较进 来抬头听一句话 业主有一项权力 他认为你这小子不行 他可以告诉施工单位 给我换人 换项目经理 能听懂了吧 所以你项目经理和业主 永远都是低头哈腰 扩虎 你只要给我钱就行 听明白了吧 我上你这来当孙子来了 但是当孙子 我给你车头 你得给我红包啊 对不对 你得给我钱呢 所以和业主 你不要装横 但是真正一旦出了事 我们也是和和气气的 把条例给他一拿 业主啊 看看 这个事是这么写的 咱们这个条款无效 拿钱吧 你也不拿钱 咱们整个法院去 你也不好 你也不好看 我也不好看 成天让人家告 你说你好看吗 我成天告你 你说我这成啥人了 对不对 协商解决 业主一看行吗 给钱吧 你用一般一般 造成了一百八十万 你不会写三百八十万呢 对吧 业主在这 一嘚瑟 行了 给三百万 给三百万 我们不也赚点了 我们不也赚了吗 对不对 赚了之后 再给业主 再请业主 别说贿赂 再请业主吃点喝点 业主还挺高兴 对吧 然后他那钱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 你怕啥的 对吧 好 这就是属于 我们在合同这 作为项目经理 研究基因了 但别较劲 听明白了 你不基因不行 你较劲也不行 你平时没事 你下得都不行 关键时候 就是这么一句 一两句话 和和气气 业主 他就只能是给钱 只能是给钱 好 那么这是属于 他提供出了问题 有一些小打小闹的事 你就不要去问 你也不要和他去笑 小打小闹 三百五百的 你根本犯不上去 去干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施工单位 得和那个 得和那个 传话的人 搞好关系 因为传话的人 他得签字 他签完字 将来就好使 这个传话的人 就是他表弟 好 邪 就是外部的协调 凡是工程之外的协调 当然这个协调 主要是官方的 那你造 你产生噪声了 你老半夜 老电焊 你产生光污染了 那不得你项目经理 去和人家周边环境 去协调 对吧 特别在北京 北京 你看那些局委会 那些老头老 那些老太太 那些老太太 事挺多呀 那现在要过年了 对吧 赶紧表示表示啊 那老太太就能把 这一个小区的人给压住 你听明白了啊 哎 那局委会主任呢 那叫啊 不是说北京 三个老太太在一起 就可以开个 人大常委会吗 对吧 这北京人的 政治意识 是一场高潮的 好 那么 对外地协调 然后是组织 真正涉及到组织这两次 业主就是这么两次 开工前 组织一次 竣工验收的时候 组织一次 开工前组织的是什么 设计交集 与图是回事 竣工后 就是竣工的时候 组织的是一次 竣工验收 剩下中间的时候 那些质量的问题 都是 你监理器组织验收 安全措施的那些验收 都是你自己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器 组织验收 监理只是看看 你组没组织验收 这个手续 叫核查你的验收 手续 是吧 好 那么 他这个表地干什么呢 他这个表地主要是传话 传话 检验 检验 内协调 这个传话有个学名 这个学名叫千方 这个千方 一些关键性的东西 关键性的指令 得由监理来签发 你一张嘴 就得出来 开工令 停工令 复工令 变更指令 这四令 很重要 都得监理签发 但人家业主要是不同 发报人不同意 人家可不能签发 你可听听了 言外之意 他就是个传话 但是这个话 必须得让他来传 能听懂了吧 所以你可以简称传话 你也可以简称二传 业主的一些事 都得监理 通过监理 来传达给承包人 那所以我们就把他叫传话 就是你千万别给我瞎编 说老师说了 监理就是传闲话 你瞎说 我有那个字吗 这些传话就是签发 开工令 停工令 复工令 变更指令 当然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签发 简是简 验是验 简可以叫 检查 检测 检验也行 但后边那个验 人家强调的是验收 这个验收 监理验收的是实体 构成功能实体 由监理负责验收 要是没有委托监理 那就是你发包人 就是验收的 没问题吧 模板 有一些特殊性 模板我们也正在等待 新的清单技嘉规范 是不是 肯定把模板 放到实体里边来了 要是肯定放到实体里边来 也有道理 它是从国家定额的角度 来说的 从造价的角度来说的 但模板这一块 因为和混凝土密切相关 对吧 而且它直接跟着钢筋混凝土走 所以模板这一块呢 看那个草稿 是呢 把它又重新回到了实体工程这 但这是为了造价 从根本上 模板 它还是错识 它不构成永久工程 说那我 电层啊 基础啊 那模板我不要了 不拆了 你拆不拆 它都不是我们永久工程 你不拆是因为人工费太高了 你听明白了吧 你拆的那个破网再平再整 你还不如干脆买新模板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这个 监理 一大块任务 是宴 内部的协调 我们示范文本 有36个地方 谈到 执行4.4条的规定 4.4条 就是由总监来协调的事 假如出现争议了 那好了 首先是监理 总监理工程师 和惩罚包双方 尽量通过协调 来达成一致 协调不成的 由总监 审慎地 做出公正的 决定 这个决定 是永久的呢 还是暂时的呢 如果双方都签字确认 这就是永久的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 那就按合同争议处理了 在合同争议处理结果出现之前 依然还得执行总监的决定 当 争议的结果 处理结果 以总监决定不一致的时候 那再改过来 所以 特别强调了 这个 4.4 出现个问题 执行4.4的约定 出现个问题 执行4.4的 4.4就是交给监理的一项权力 叫 内部协调 这个内部协调 仅限于 承发包双方 内部的协调 而分包单位和总包单位之间的协调 那可不归你建立管 好 等施工单位干哪些事 就我们合同管理 施工单位干哪些事 在座的有很多项目经理 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工程了 能不能高度概括这么一句话 就是你主要要干的事啊 你主要干什么事啊 你得概括的比较全面 叫三文 编才 检验事物 你得完成三阶段的事 第一阶段的是 施工 第二阶段的是 缺陷责任期的修复 第三阶段的是 保修 缺陷修复义务 和保修义务 是搭结的 看 横道图 保修期到这儿 拿我们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来说 全寿命 对吧 当然和防水有关的 防漏有关的是五年 还有两年的 还有两个裁缆机 裁缆机 制冷器的 但我们就拿最长的来说 保修 一支宝道 受众 从什么时候开始 验收合格 从验收合格 这是属于保修 缺陷责任期呢 和它是一个期点 七点一样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超过 二十四个月 你也可以叫两年 这是缺陷责任期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超过二十四个月 没有例外 所以他俩搭结了 看 保修期 这是中国特色 国外没有 国外人就是缺陷责任期 然后我就不管了 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国家呢 为什么规定了这个保修期 这个在强化 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是吧 好 那么这是 你项目经理 你得知道 你要进行 三丸 当然你主要的是施工 完成了施工 你就可以到别的项目 当项目经理了 编 编制各类文件 编制各类 应由你施工单位编制的文件 那太多了 对吧 一个总的文件 叫施工组织设计 对吧 接着一细分 就出现了 每个 关键的分布 分项工程 你得有施工方案 对吧 针对整个现场 你得 你得进行 施工 总平面图设计 对吧 针对每一个单位工程 和整个工程 你得编制 进度计划 对吧 那除此之外 质量保重计划 安全保重计划 环境保护计划 这一系列的 措施计划 你都得提供 你都得提供 那么 各类 质量 安全 环保方面的制度 那你是不得编制啊 你不编制 你就把公司那个东西 拿来呗 你没看一到 项目经理的办公室 都是齐齐刷刷 很规范的 一个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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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上面的 对不对 那都是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 那这规章制度 不仅限于质量 安全 环保 你还有成本呢 你还有进度呢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 你都得编呢 有你就拿 抄 对吧 没有你就编 对吧 然后怎么编呢 参照别的 参照别的 怎么编 拿过来用一用呗 对不对 采取各类 确保 质量 安全 文明施工 环境保护的措施 所以这个采 采取的是措施 检 这个检验 这个检 这个检 就是你自检 实工单位 是个大概念 那我问你 你说总包单位 对专业分包单位的质量检查 那算不算自检呢 说 算不算呢 那看谁从谁的角度 要以你总包单位为主体来讲 你就叫自检 要从专业分包单位来讲 那就不是他的自检 对不对 因为是外边来的检查 总体来讲 我们这个自检 你施工单位 质量 安全 环保 你就都要进行自检 这个验收 就是报验收 设计质量方面 永久工程实体的质量方面 那你得报 建立验收 从哪开始报起啊 从检验批开始 好 那么 你先把这 每一个 每一个主体 要完成 最重要的这五大类 你给它在脑子里边 归类完了 然后我们再加细 示范文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 这五大类 是个纲领 还得加细很多东西 还得加细很多东西 但你最基本的 你有这个主框架了 对吧 你就知道 这是应当是谁干的事 那么这是 第二个考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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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